哈啰 赵博士 那你又开始了 今期其实是这样的 Rainly他其实也是在 因为我们今期是三王一起做 你说还是我们两个做 你喜欢哪一种 我没有意见的 迟早都是Rainly 三王一起 大家可以听一下 新年我们可以讲一下 一开始讲一下新年 我们三王 Rainly也好 没所谓的 一陣子我们三王一起 等一等 就快了 可能就有几分钟 我每年都听到有人跟我说 记得不要剪头发 要剪头发之前剪定 很多这些 听他们说颜色 千万不要吃白色 但你再问一下 多些人 有些人说 连虾都不可以吃 因为虾倒流 会倒流了财酒 你有没有听过 我没听过 一人可以说 这个特色 好 好 一会开播 哦 哦 好 今天好啊 我终于找到一个机会 讲一下新年的 即是 大家很害怕的 因为你听开 每一个人都会跟你说 即是熟悉这些东西 都会说 对哦 那些历史呢 就不要太早开啊 遲些才开啊 如果不是呢 又是不好啊 千万呢 就没有送书 又会输 书 没有剪头发 因为发财 没有了些发财 那些虾又不好吃 因为会倒流 那究竟去到多准呢 白指鸡又不好啊 因为白色啦 那究竟红色呢 红色呢 红色当然好啦 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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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又怎样呢 那些微精又怎样呢 是怎样影响身体 是负面影响的 难道我们吃负面影响的东西 不用管 那今天就会讲一下这一样东西 就回到开始啦 因起报告 卓越牙科 沈为信牙医 再度荣获2023年Yomi鑽石牙医大奖 成为全美最结出的植牙医生 提供患者卓越保障与承诺 沈医生有20多年经验 每月进行100多次植牙手术 左右手术保证由沈医生亲自负责 并引进Yomi植牙机器人 提升手术准确度并减少疼痛 现在单伙植牙仅需2500元 卓越牙科在Sanbuno 电话650-589-8658-589-8658 耳熟能场的歌曲 阿里山 澎湖湾 六港小镇 今次要亲自去看看 由美加旅游主办 台湾赏英阿里山 外婆澎湖湾 海鲜家 风味美食 九天河淮之旅 由美女领队阿妹 亲自大队 2024年3月16日出发 游览美景阿里山 澎湖湾 日月潭 凤甲夜市 搭六港小镇三轮车 及体验鐵道自行车 享受美食 六港风味餐 刀山风味餐 青红海鲜圆 華洋料理 食品大虾海鲜火鍋 風味龍蝦海鲜餐 鲜星龍鍋 京展台菜 天叶火鍋 還有鼎太風 美景加美食 九天油全包價 包九金山來回機票 行戶離島往返機票 酒店門票 小費和三餐 每人只收2888元 全費會隨機票帳價調整 報名重速 歡迎來電 美加旅遊查詢及索取行程 電話650-589-900-650-589-900 媒體鎮座 星島日報 星島中文電台 華報訪客中心 嘉義聽覺 精彩門訓 交通燈報 專門城市節奏 星期一至五 日落逍遙 健康大數據會為大家一一解破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好 2月6日 星期二 是新年前的最後一個星期二 今年的健康大數據 你主持又變回Ryan我 上星期代就是亨爺 今天除了Ryan我之外 之後 還有 Eca即將接下来 應該都是由Ranny你主持 還是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Ranny 趙博士好 還有我們在鄰近新年之前 接獲了我們這一檔節目 跟健康相關的 真是 先要祝我們所有聽眾朋友見健康 我覺得人生當中最重要的事 應該都是這兩個字 沒錯 健康 走投都是健康走投的 我們還有我們的嘉賓 最重要是趙博士 我們趙博士跟大家來聊聊天 Hello Hello Brady 你好 Hey 趙博士 你好 你好 今期比較特別的 三位男士 大家一起過來新年之前跟大家聊聊 講到新年的話 趙博士你作為健康方面的專家 但是新年 妝忌的事可能跟健康沒什麼關係 跟醫生有些關係 沒錯 因為我自己是在美國出生 所以一向都會聽到那些人 越聽越多 譬如有些東西在耳頭裡面吃了 就不是那麼好的 做了就不是那麼好 譬如洗頭 就肯定不好的了 在新年那段時間 洗頭剪頭髮真是嗎 洗頭應該可以吧 你知不知道 一開始就說剪頭髮 說一下就各連洗頭 我就說 那白紙雞又行不行 白色的東西不好 一定要紅色的 真是紅色 紅色就一定是好的了 如果紅色的染髮在裡面 染髮真的不好 是不是包括那些 他又沒有說 變了是有很多東西 我們很值得去想想 好像剛才我和你談 連蝦也不好吃 因為蝦是倒流的 倒流會倒掉了材酒 原來它怎樣走的也很影響 這個蝦又真是很少聽說 剪頭髮這個不行 我從小到大了 包括這個 白色當然白色不好 但是吃的話 白色應該都沒得講究 因為大家新年來 應該都是 作為廣東人 應該都是吃白色雞的 我們都很懂得刁難自己 說真的 我們很擅長做這件事 因為你看外國人 外國人就說外國人 說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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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外國人就沒有說 聖誕節又不能吃什麼 聖誕節又不能吃什麼 沒有這些東西 他們就沒有這些意頭的 不要說意頭 但是在數據裡面 可以很肯定的話 如果你吃了一些紅色40 已經有很多數據出來 就是說 小朋友的集中能力會差了 如果吃橙 橙的新年很好 因為橙好像代表一些金 那樣 那些刺 但是那些影響康復能力 如果你有什麼狀瘀了 弄傷了 有些地方是難好的 就更加難好了 這個我們之前有一期說過了 就是吃橙就對口腔如果有卑枝 對你的康復又不是那麼好 是的 很多人喜歡吃年糕也很好 因為年糕特別染了紅色 有年糕 但是紅色是用什麼紅色呢 才是重要的 如果它有用紅菜頭的汁 令到紅色 剛才我拍了一些照片給你 就是紅菜頭落在年糕裡面 才變成這樣 變紅 和你落色素就不同了 因為色素 有很多是在電油廢物的 特別紅色40就是電油廢物 這樣變成了如果你能夠避免 說夠還說夠 但是你可不可以連搭 包括不會影響到有負面 肯定是有一些負面的成分 影響身體應該不是太好的 應該是新年都更加要著緊 就是說新年的年糕一定要紅色 但是儘量不要用這些色素 或者用红菜头的汁, 红组, 天然的东西 有意头得来也是健康 健康更加好意头 一个人有个安心 我刚才还拍了一张照片 因为知道我们华人很喜欢吃整条鱼有头有尾 我给了一条红色的鱼 整个身形都是红色的 它不是红色的 它是野生的Sockeye Salmon 鱼 野生鱼 我看一张照片 有些人害怕 又这么大条, 红得这么惊人 不得来自然 是否染了色呢? 没有染过色 它真是天生红得来 皮肤也红了 因为它吃虾红素 在水里面 它在海草里面吃了这些东西 它就变成全身都是红色的 这个对身体很好 这只野生鱼 对身体很好 我这么多年都是标榜它 我说了它二十多年 因为它不受人养 你想想 你找一条活着 或者有很多生命力的野生鱼 蒸出来新年来吃 很重要 有头有脾 你真是说到我口水出门 当然是好 但是 野生现在可能困难些 大家可能多数都是吃一些 那些是养殖那些 其实养殖的话 大家一定是食用 它们食用的东西一定是人工 那会不会又没有五毫呢? 好看那个人 是不是养殖它 因为想做一件好事 还是要赚钱的 赚钱 他本身有没有在旁边赌钱 或者什么在那条鱼里 食物就省下 很多东西 在天上 你没有这样的数据 但是在人为 很多时候就要看这条数据 请了多少人 生意信不信 你有没有其他问题影响到 所以它这边要省下 这些呢 很多不确定因素 是的 所以新年 吃条 加州湾区特别很容易 因为整个温哥华那头 全部都是这些这样的鱼 这些野生生鱼 都是这种红色的三文鱼 对啊 没错 三文鱼本身已经是大红 但是这只行成这样 就是一个叫做 Sockeye Salmon 这个一定是非常受中国人欢迎 因为它实在是红得很离谱 新年食就一定很容易投 是的 大条这样的鱼 另外呢 有些什么呢 就是蒲公英 炒蒲公英 大家吃过梁瓜或者芥菜那种 那种比较粉的味道 冰厚一些 对啊 喜欢吃的就是说酶 不喜欢的就是说苦 他那只蒲公英 有个红色的蒲公英 蒲公英也是红色的 蒲公英也是红色的 蒲公英平时外面看到的 通常就是绿色的 中间又青又白 但是呢 你想新年 新年,蒲公英也红色了,很容易投降 我还给你见过,有青瓜,有青瓜是绿色 但如果有红椒,有红椒有辣不辣的 那些甜椒红色的,又红色又黄色又橙色 有红色的色素,很重要 新年的碟菜,就不用放假的色素 对,这种食法 我们第一次先去赵博士 因为有很多东西要继续讲 我们回来就继续讲一下色素 新年方面的东西 我们先去广告,回来再继续 巴西原装信口的野花牌绿风胶有情提示 购买风胶,应选择没有蜂蜜,没有酒精,没有杂质,没有污染 没有农药残留,及没有重金属污染的风胶 野花牌绿风胶,来自巴西原始森林 可用酸利碎取技术,完整保留天然绿风胶中 400多种有效成分 巴西优质的绿风胶原料,几乎所有被野花公司收购 本质制造国际名牌,野花成就健康未来 野花牌绿风胶,咨询订购二线 1866-690-4888 送礼送盘菜,救生易卦 八福出了一款六人份冷冻盘菜 香港名厨选用最上等海鲜海味食材炮制 味道一流,包装精致,送礼大方得体 现在买只需178元,万举送货,免税免运费 还有双层电精煮和即食花胶礼物赠送,实在超值 八福盆菜,令附送秘制包汁解冻之后 火锅炉上加热即食,美美快支,领扣月线 510-764-4416-508-super.com 重要通告,2月8日开始 ACP联邦补贴停止接受申请 想参加的就快点来查询 申请成功,四条线最便宜月费70元 计划包括漫游加拿大和墨西哥 手机无限上网,通话和短讯 保留电话号码再免费送Moderola最新智能手机 6.6吋超大屏幕,内存128GB 免费电话送完即止 快点打电话来接封传信 833-789-5678查询 三藩市车房门,服务全湾区 有15年专业经验 专门安装,维修各类新旧车房门和马达 快捷稳妥,有许可牌照 本月起任何惠固,即向下季九捷一围 电话415-933-7173 新年快乐,CCHP和Balance by CCHP全体同仁公祝大家 农年吉祥,身体健康,晚四月二 如果你需要买健康保险,欢迎致电 415-869-612-869-612 青州二国,曼崇山,乘坐顶级全身豪华游轮 带你到巫山,梦会神女 民警假期,特别为星岛独卸听众安排的 纯环十二日长江三合游 并带你进入四川红猫的世界 欣赏村剧变脸,还会带你重庆网红打卡 拘束行程更加精彩,踏足人间仙境 狗寨溝,感受大自然的奇患 全程特色美食,一日接一日 升级狗寨溝酒店内自作大餐 成都星级入住兜制五星酒店 不可错过的梁神美景 说了这么久,何时出发? 分别3月18日和4月8日 舅金山出发,忍受2999 包括舅金山来会机票,还可以体验中国高低速度 价格会随机票浮动上涨 你还不是找文静嘉琪报名? 415-876-7888-876-7888-876-7888 媒体近台声道曝星岛中文电台SFBVIC华防火箭中心 健康大数据 健康大数据会为大家一一解破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 好,回到第二节的健康大数据 继续请赵博士和我们谈谈新年食物和食素相关的事情 请赵博士 对,Ryan你好 有些东西我们有时提到 不一定是肉眼即刻看到红色的 曾几何时是红色 味仍是新鲜的时候 涂至曬乾 也有点红色 不过没有红得那么紧 其中一件事就是山渣 哦,是呀,山渣是干的 就变成没有那么红 没有那么红 但生鲜 不是说生鲜 即是新鲜的时候 有点红得很夸张 是的,没错,它红得很夸张 好像刚才我寄了一条相片给你 那条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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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条鱼叫山渣鱼 所以这些山渣 它红得如何呢? 好像别人的红色那种石榴 那种蚕石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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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红色 那种蚕石榴 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但它对血也是红色的 它对血管非常之好 这种蚕石榴 这种蚕石榴 他们就说在自然方面 就是自然的蚕石榴 可能它跟铁没有关系 但是它影响同一样东西 就是血 所以有时在颜色里面 你看到一样东西 是红色的 那么红 会不会影响血呢? 刚好它又会影响血 红组也是会影响血 红组也是会影响血 通常它九月的时候 就会变得很红的 很红色的 那种蚕石榴 那蚕石榴 如果你浸了酒 泡了它里面的成分出来 然后平时整理来喝 或者有人已经做手这个步骤 那你就买回来 去冲来喝 这种蚕石榴 一流的 血管弹性才重要 因为 血管有什么问题 就是当它没有弹性 然后被人击 那时候它又这么硬化 那就 爆了 那我们新年就不讲那些字 所以新年也是 那些耳朵就说 千万不要讲某些字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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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没有送一些东西 是脚会放下去的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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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这些东西?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请Rainy说一下 新年有没有说什么 不能放在脚上 穿鞋 穿襪 有没有说 白色鞋一定不能穿 是 是 这跟白色有关系 白色其实在说新年也是 小店为好 不会出错 你穿白色的衣服 你妈妈一定会打你 你新年 黑色呢? 黑色可以吗? 如果是皮鞋的话 就没有说不行 你皮鞋的话 黑色皮鞋 很多人过年 新光颈亮 抹得纳纳亮 对黑色皮鞋 好似的 哦 这个又 特殊安理 特殊分析 又不是说 所以就是说很複雜 说到这一件事 你每个地方他们的习族也不同 这个又 而且你说中国如果说 那么多种宗教信仰 是吧? 有 你回教徒 中国的回教徒 和藏传的佛教 他们的农历新年 和我们根本又不是同一样 哦 这个又是很 很讲究的东西 但是呢 就说 如果说 如果说 这个皮鞋 不是 我自己头髓 我自己头髓也有点乱 不是 黑色的东西 黑色的话 就 皮鞋就没问题 但是黑色衣服 可能就少穿一点 嗯 但是头发就没办法 头发就是黑色的 那就没理由染红它 哈哈 哈哈哈哈 头发就没问题 但是食物来说 新年会不会 很少说新年会不会 黑色 我知道一件事就是瓜子 这个黑色是瓜子 嗯 但是那个应该是 人造色素 应该是吧 这个 它是不是黑色 还是已经染红色 哈哈 红色的就是染回来的 对 对 红色的就是染回来的 但是黑色的就不一定 但是红色的染回来 一定是没那么好 就是有时是不是 那时候我们吃瓜子 吃到整条尾都红了 手也红了 哈哈 是啊 是啊 这个是不是又没那么好 当然 当然 你不要为了红色 可以为红色 不过真的要找办法 不要放了一些电油 提炼回来的红色 这个很重要 就是不可以这样为红色 完全不理健康 我想问你 那种动物 如果倒行 譬如吃蟹 可以吗 新年吃蟹 可以吃蟹 打横行 打横行 算不算好 像新年横行霸道 龙虾 蟹 蟹 蟹就是 倒着行 蜜乳 但这种东西 我相信 都比较少说不行 新年始终大家都会出去吃饭 吃海鲜 蟹 蟹一定少不了 所以其实 我自己长大 我很少听说 新年不能吃蟹 蟹熟了也是红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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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好意头 是啊 是的 有没有听过 農曆年过了12点之后 農曆年过了12点之后 不能掃地 不掃地 不掃地 这个也有 不可以掃地 这个也有 不可以剪头发 不可以掃地 还有 新年真的说起来 很多很嫂妓的事情 但是 蟹的一国回来 一定没有听说过 应该是可以吃的 嗯 所以 若是哲博士 如果是新年 你家人会不会说 你父母会不会说 不能吃呢 我长大的时候 都可以吃的 他们没有这么讲究 因为 有的 直到我接触多些香港的人 就不同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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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没错 有时候 记得完全没有开 我留意到 但他从来都没说 健康 在红色的色素里面 所以 我遢阅了那些东西 因為我覺得新年像蝦、蟹、魚、紅色的彩蕉 其實這些都是天然的紅色 所以其實跟健康就沒有關係 唯一就是剛剛講到這個紅瓜子的確就是 從小到大都覺得很奇怪 吃完之後整個嘴、整個手都紅了 唯一這一個可能就沒有那麼健康 但是它用到的都是紅色的人造色素 那會不會說有些好一點的人造色素 有些差一點的人造色素 有了,所以要避免紅色40 那個就很重要 另外就是油 油當然不是看顏色 但如果用油是不可以承受那麼高溫的 你照樣炸下去就會製造一些問題 另外就是很多人很喜歡種植物 種植物很好的修成 但是用什麼來種呢? 用法寶膠來種 那些菜就吸收了那些法寶膠的成分 自己吃下去 雖然是自己種的瓜 或者在外面買來種 因為大家覺得沒有問題 那些法寶膠吸收了菜裡面 那個是有問題的 即是說它種出來的話 因為它吸收了土養裡面 那個膠可能會自己分攪 或者釋放一些東西 在土養上 那些菜吸收了的話 也是有問題的 人吃法寶膠也是有問題的 不過很多人都照用法寶膠包著飯盒 然後它本身 如果這樣放些東西裡面 不是炸的 即是放些油進去 問題就沒有那麼大 但是如果你說 你說 倒些熟油滾下去 這樣就不好 平時看到是不好的 但是如果你放在微波爐裡面 那個也是一個不好的東西 所以為什麼種植呢? 我們種植菜 放些東西 為什麼要用法寶膠 因為它第一 可以保暖 那那些泥土會暖一點 他們的想法是這樣 但是沒有想過 太陽 整的那些UV 下來裡面 是會分解了那些成分 進了那些泥土 那你種那棵菜 你吃回去 那進了那個生物 又會變成什麼呢? 這些東西要注意 所以新年 新年就不要只看表面 或者耳頭 不要只看耳頭 要看裡面的成分 那些油 如果你要用得油 你就用一些漂亮的油 例如橄欖油 是很漂亮的東西 但是它不承受熱的 所以最好就是用牛油果油 牛油果油就可以承受熱的 是的 好 第二節也先說到這裡 我們繼續回來 第三節 我們再談談這個 新年 食物相關的東西 健康相關的東西 我們一會兒回來再見 每一刻有你 一路有我 分秒精彩 星島中文電台 你現場收聽的是 星島中文電台 粵語台 龍年內臨好雲騰飛 春天珠寶聖之祝你新的 年龍馬精神一整年 眾多瑞士名標 明鑽珠寶 頂級珍珠 天然翡翠 無論新年口鄧親友 奪起成人節送禦之外 昌興珠寶都可以一點叩齊 挺職光臨 Siege Premier 信號斯 Westfield Valley Fair店 及Tala Auto 史丹福購物中心店 歡迎來電預約 408-983-2688 落瀏覽網站 SiegePremiere.com 屋輪人氣茶餐廳 星雨茶座 經典風味 全新爆款推薦 catering餐單 夠豐富 選擇多 更推出全入王牌 三宋一湯套餐 星雨 游醒晨早餐 超值午餐 多福下午茶 抵食晚餐 出餵甜品 正宗港式風味 游晨早7點 至午夜12點半 幾時都有得吃 歡迎聚會Party整位 星雨茶座 在屋倫Webster街1022號 電話510-251-9882 飆灑酒會 40多年經驗 帶大家澳遊 天下星金拆橫 深度入 大家還得開心 又情深 5月推出 西安定賣總延桿 湖口博布 山西運城 中國鹽湖 洛陽龍門石窟 中山少林 欣賞少林武術表演 開風享受中山燒乳鴿 墨山養生 功夫湯煙 頓得台大魚美食 團費4499 趁節期間 2月19日前報名參團 優惠減200 團費包括國際機票 五星級酒店 每日三餐 門票及旅遊保險 沒有指揮項目 報名聯絡 兼文旅行社 415-391-8981 或前往華埠658號 Jackson街 樓梨廚櫃食材 溫居三間超過20萬呎 開放式大賣場 廚櫃countertop 石英石 地板磁磚 兩萬塊櫃面任簡 各種裝修材料大減價 裝修家企 幫陳遊離 電話510-702-8828 408-288-6688 415-282-3388 劉偉牙科醫學博士 專醫植牙 牙周病 牙齒美容 採用鮮鎮3D植牙技術 無痛安全 收費合理 定有可負擔分期付款計劃 劉偉牙醫博士監獲地址 唐人浮PowerGuy 1421號 預約電話415-362-8868 京都中文電台全新廣播模式 由1月1號開始 下午2時後的節目 將轉為網絡播出 收聽方法有三種 分別是手機APP 聖託TV 星島Wi-Fi收音機 和星島網站 Android手機 請到Google Play下載 輸入SINGDAO TV 蘋果手機 請到App Store下載 要購買星島Wi-Fi收音機 原價88元 現在退出超優惠預購價 只要43元加稅 請職致電預購 650-808-8888 2024年1月1號開始 為你帶來更清晰的 立體聲網絡廣播體驗 健康大數據 會為大家一一解破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好 回到第三節的健康大數據 繼續和哲博師 新年之前出水 看看這個新年的食物 我們剛剛講到這個油 新年也吃很多油炸的東西 講到油 其實這邊很多人都是用橄欖油 但我們都知道橄欖油的煙點比較低 高溫炸的東西其實也不是不好 但有沒有說 我知道這類別的橄欖油一定不行 但會不會說 有些橄欖油都可以用來炸和煎的東西 其實是不行的 不過在商業界裡面 如果你是說可以不可以 甚至出去外面吃飯 又可以不可以 那你沒得說 因為它已經是 不行都要變成可以 煮好了 我問你 如果我們新年 其實新年 在什麼餐廳 有沒有餐廳不能去的 應該沒有吧 新年有沒有餐廳不能去的 我就沒有聽過 沒有聽過 我問你 譬如去醫院吃飯 可以嗎 醫院有餐廳有餐室 如果你一定 一定 譬如你家人 有一些 病毒比較嚴重 你沒有辦法離開醫院 你一定要去那裏吃飯 沒錯 這些是沒有辦法 但是 盡量來說也不好 是嗎 新年流行去醫院 我們說 在香港容忌太多人 不如我們去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去高級醫院那裏吃飯 不行 這個應該是高級醫院 但是都是醫院 但是可能 現在我知道 現在有些 比較新的醫院 裝修可能都很現代 在外面看上去 可能和大家想像中的醫院不同 但是 講義頭 你虛是可義 但是千萬不要給你媽媽指 是嗎 你媽指一定 我們繼續講義頭 問你 能不能吃瓜 能不能叫瓜 一瓜 聽上去 有些人說 瓜好像 瓜 對 對 有些人說 但是我看過 我們去祠堂 初一的時候 去供奉祠堂裡 有蜜瓜 是蜜瓜 哦 蜜瓜 我沒有怎麼看過 蜜瓜我真的見過 這個可以 這個蜜瓜 不要蜜瓜 這個就是薄大精深 但是其他瓜 可能就 像你所說的 紅色的瓜 紅色的瓜 如果是西瓜 可以嗎 西瓜 對沖 我沒有見過 因為其實 你說 在大陸那邊 冬天 你想找西瓜 北方 真的難 根本都找不到 都不認季節 但是蜜瓜 蜜瓜 我真的見過 他們去拜神 初一時候拜神 我真的在祠堂 那個神台上見過 有蜜瓜 哦 但是其他地方 應該就比較少 總的來說 應該都是 不太好 雖然是紅色的瓜 但是 就算是西瓜 都要切開才看到 就是西瓜 大家聽到 瓜的話 不可以 可能還是不太好 虎瓜更加不好 就是這些 是吧 有瓜子 可能還是差一點 所以 以頭 以頭很重要 現在就說 以頭 這些東西 我是見過 新年人吃的 特別是 八寶飯 其他東西 都有些 辣味飯 就是有辣腸 紅色的 是嗎 辣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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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 辣腸 有什麼不好 顏色也可以 辣腸 辣腸 是一定要的 辣腸 我們自己家裡 有辣腸 摘米缸 叫做過肥電 辣腸 辣肉 這個應該沒有問題 好像沒有問題 現在我們反過來 說回科技那邊 身體健康有沒有問題 對心臟不好 哇 辣腸對心臟不好 辣腸對心臟不好 對心臟不好 好像用刀 對著心臟 那樣 另外 對癌症 也是高危險 因為它有成分 如果不處理辣腸 它會有菌 所以處理辣腸的成分 會有癌症 所以臘腸在新年流流 無緣無故擺放這些東西 會有癌症和心臟危險 又高鹽分 又高糖分 又不會不放糖去做臘腸 還有那些脂肪 都不是新鮮的 已經是吐過的 放這些東西在那裡 是否不好 這個就是耳頭 就沒辦法看到 但在後面的數據 就全部看到了 是不好的 那你會怎樣選擇 這個又真是涼難 是不是 這個又真是 的確 這個臘腸 其實從健康方面來說 都算是比較差的一個選擇 但是 可以這樣 比如說你摘米缸 你就由它摘 摘完之後 你可能就不好吃 或者是 不吃它是好吃的 是嗎 這樣也是 這個又真是 我扔個球給你 你會不會 不過你可能在家裡 甚至都不需要 也不會用這些 你們沒有這麼講究 我是很喜歡臘腸的味 所以很適合問我 我很難才可以 因為我長大過程 沒有接觸那麼多 但是我回到香港 接觸過滋腸 臘腸 這兩樣東西 我很喜歡 特別在石仔煲 煲熱了些飯 即是那些飯焦 那個感覺 那有什麼可以代替它 就是用我可以代替它 例如融記的燒鵝 我寧願吃融記的燒鵝 就不吃臘腸煲了 不吃臘腸煲了 不吃臘腸煲了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就想問你 如果我們用我來代替燒鵝 來代替 那些臘腸煲飯 那臘腸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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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是很多 是吧 經貴很多 是 經貴很多 還有這個 我自己的家 過年 這臘腸主要是 用意頭 不是說燒鵝 那可能意頭也不同 你想想 我們中國人說這些 很講究 雖然大家都紅 也是過年 又肥 但是可能它拿的意頭 又不一樣 用臘腸是為了這件事 用燒鵝可能就不對了 所以其實過年 可能都比較難撕掉 這個臘腸的傳統 平時吃 你可能說 智博士 你吃這個煲仔飯 你可以不吃這個臘腸煲仔飯 我吃這個燒鵝腿飯 這樣就一樣可以 但是過年 可能就不行了 這一件事 就是一年一致 嗯 所以 所以我們今晚拿來談就是這樣 就是那些耳頭 始終是那些耳頭 一整年都被它影響著 所以 我飯 和 臘腸飯 是不同的 是嗎 是 這件事 真的很少 很少 臘腸這些 想起過年一定要有 但很少 好像你剛才說 會想起 其實它對你的身體 或者是 對你的癌細胞 或者是對這個癌細胞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平時你不會去想到這件事 你不會 不過就是 既然你拿得耳頭 那你不如拿那些數據 對 數據 其實就是 有健康又有耳頭 其實是最好的 是嗎 可以是這樣說的 另外就是 蛋呢 譬如 皮蛋 千年蛋 那些皮蛋 可以吃嗎 皮蛋 這個過年應該就不會用 不過 我自己就很喜歡吃皮蛋 但是 皮蛋一定就不健康 這個我都知道 一定是 包括它做的時候 是用一些草木灰 又說有含圓 又說有醃製的東西 一定就不健康 但是它好吃 你知不知道 它最重要是煮食 是要為了它好吃 是 為什麼會有很多健康的東西不好吃 而不好吃的東西 不好吃的東西 不好吃的東西很多時候是健康 而好吃的東西很多時候是不健康 但是健康 為什麼會搞成這樣 不是因為 不是因為健康的東西不好吃 是因為 根本上為了煮食 煮食 你不想 你什麼都不用想 最重要是它好不好吃 所以皮蛋 你管它會不會有緣分 其實你可以做到它是沒有的 但是 歷史裡面 是你不會想這些 最重要是 好味道 是否搭配 就是煮得好吃 對 如果那些鹽 是需要到那些成分 去令到它透明 在燈下面 打燈好像 人家看手錶一樣 但是透明下來的光 還會分開 你管得用了什麼成分 臘腸 你管得它是用了什麼 最重要是它調到那些味道 你加多些味精 就有味道 是 是 有些人是會這樣的 變成了 如果你是要令到 社會會變 首先有些人說 我仍然都要拿個耳頭 不過我要拿健康的耳頭 兩樣一起拿 我不可以這些數據 跟我說話的耳頭 是兩個 是吹的 是吹的 吹的 你當然不想吹 你風水都會看 你都要放好一個陣 你放好其中一個陣 就沒理由不理會 那些什麼糖 什麼鹽分 起碼拉雅山的鹽 有很多不同的鹽 和你用粗鹽 白色那種是不同的 海鹽有不同的 不同的鹽分有不同 你會不會說 你讀了大學就可以了 不管是哪間大學 很多人很講究就是哪間 你成份都要說 究竟那些成份 譬如油有沒有翻用 炸完再炸 炸第三次都還在用 很多時候在餐室裡面 他們要計算 因為油是一個很貴的東西 是很多的 肚子都是福用的 對 那你叫做福用 如果他頂不順福用的油 你想想 你還要福用 那就和你找一隻是頂得順的 那又不一樣 但是會不會這麼講究呢 講究你就要看看 譬如你有時候 有些方法去看 有些方法去看 就是看他裡面 有沒有講健康的 他的個人是怎樣 那些人吃了下來 是怎樣的 譬如你看我們三個男人 那些女生是怎樣的 你會看看 那些女生的媽媽是怎樣的 你不只是看那些女生 看看那些女生的兄弟姐妹是怎樣的 你會看看 對嗎 只是看一件事 你看他周邊的東西 可能會看到 其實這件事究竟是否好 都會有反應出來的 為什麼要看看父母 要看看他將來 上年紀會怎樣呢 你不可能 初遇他們看到 但是你看看他的父母 看他的親戚 你就會有些感覺 不是一定的 但是有些感覺是怎樣 是 所以你選菜 選食物 你也要看看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有沒有講究這些東西 還是他有 不過亂講 又是另一個問題 又有些這樣的 對 好 第三次我們先講到 我們回來 還有最後一次的時間 繼續再講一下 新年相關 食物和健康方面的藥物 好 我們第四節見 世紀郵輪夢幻藍色 多佬河 五星級郵輪十三天 帶你遊覽德國 奧地利 匈牙利 斯洛伐克 捷克五個國家 包機票 郵輪升艙 上岸參觀 華人領隊 每人僅2999元 3月10號 保證出發 世紀郵輪夢幻藍色 多佬河 五星級郵輪十三天 查詢請電世紀郵輪 灣區熱線 626-666-6999 626-666-6999 你要處理舊車 或者捐贈汽車 一起幫助有需要的家庭 請聯絡三藩市總醫院APA 雅瑞嘉媛服務處電話 415-616-9797 腳和速度有痛楚 走路都有問題 找方剛祥足科醫生 快速獲得舒緩及治療 受費第二 接受大部分保險 華浮沙城街 950號387 電話415-362-6602 415-362-6602 靈芝丹成分珍貴 含100% 破迫靈芝加脂精華 靈芝多醣體 通常下授菌脂精華及生膠 對人體健康可有幫助 我的信賴靈芝丹 建構靈芝丹送昔美陶瓷餐局 訂購電話 650-952-8833 2014年 是甲晨龍年 振罰中專聖雷壯子 現在接受報名安奉太歲 感謝殖年太歲在過去一年的庇佑 供送太歲升軍歸回本位 應請來年的殖大將軍 駕臨本子 太歲升軍殘城 祈求太歲加持信眾 農年平安 事事順利 沖太歲者屬龍屬狗 偏沖羊屬牛 可以安奉太歲解栽除握運 一般信眾奉太歲也可以改善運程 鑽聖雷壯子的地址 屋倫Foodhill Bolivar 3440號 預約電話 510-532-9888 2024年 中國文化大會員 開始接受報名了 民警假期一年十一日 帶大家到中國瀏覽中原古道 欣賞洛洋 牡丹花 品嘗美性文化 特別為青島聽眾讀者 獨家安排 少林寺 登峰 洛陽 西安 湖口 臨墳 平遙 全程入住當地最好的特色酒店 和國際五星級酒店 特別安排洛陽半水席 唐歌舞 餃子院等 還贈送學麵食活動 華夏古樂表演 綁了這麼久 既於是出發 4月15日出發 只是3888元 包括金山流的機票 還能夠體現中國高鐵速度 長程停止電文極佳琦 415 876 7888 876 7888 876 7888 健康大數據 會為大家一一解破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好 回到最後一節的健康大數據 好 繼續討論 趙博士 聊聊聊 我們這個新年 講到新年食物 其實為了意頭和健康 其實有時兩者不可見鬥 但最好 或者是從現在起 各位可以儘量試一下 由健康又有 意頭又有 從自己做起 這是最好的 沒錯 我們來到最後一節 應該要講到糖水 這件事 是嗎 我們正在吃東西 又在講新年 新年 你有沒有說過吃糖水 這件事 吃糖水一定有吃 但糖水有沒有講究 新年應該我相信 比較多人會吃蒸糕 甜點 但糖水可能沒有特別講究 沒有嗎 即是紅豆沙的紅色 對 但這些其實平時都會吃 不會特別是過年才要 好像是年糕這些 通常是過年才蒸 沒錯 但糖水就是 那會不會說 譬如有沒有吃這些 叫做腐竹糖水 什麼腐竹 像鵪鵪蛋那一隻 嗯 這個又 不知道是否新年才吃 可能對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習俗 但是 腐竹這個應該是好的 非常不好的東西 第一 白色 拿椅子是白色 第二 就是它根本是用黃豆做 會影響你身體的康復能力 即是說 你現在不單有炎症 還有影響康復能力 哇 我的新年剛剛開始 現在農年開始 你就影響了我的康復能力 我不吃橙 因為我不想影響康復能力 黃豆我也不想吃 因為影響康復能力 所以千萬不要讓我看到 這個腐竹糖水 不要用腐竹 但是說到腐竹 其實都這麼無益的嗎 對身體影響這麼大 譬如有它的好處 對於酸素來講 有酸素 但是問題是 你影響我的康復能力 我不如吃其他東西 用酸素 我不用吃些豆 我一樣有酸素 我不用吃黃豆 另外 我寧願吃紅豆沙 另外就是番薯糖水 也是好東西 那些是好東西 但是用什麼糖呢 有些糖就是先人掌的糖 先人掌糖也有 用先人的糖 來給你番薯糖水 還有紫色番薯也有 橙色番薯也有個顏色 是嗎 由淺水煮水 先人掌糖 對 先人掌糖 沒錯 然後還有放些什麼 還有一些 你們會不會放湯圓 有沒有湯圓 湯圓有 湯圓有 但湯圓一般是 湯圓或湯圓糖水 例如番薯糖水 就是番薯糖水 但湯圓也會帶糖水 可能就沒有番薯在裡面 對 所以湯圓呢 湯圓呢 你又可以 湯圓一個圓 譬如有很多人吃過 他拿過耳頭圓 團圓 對 你可以放進去 有很多口感 又好像白寶飯 有那麼多用品 在白寶飯裡面 所以這個番薯糖水 可以做到他不同 另外 就是我們有一個 很出名的蘋果膠 你可以拿一些蘋果膠 加一些蘋果裡面 變成一個 好像一個 一個飲品 一樣 一種湯 然後 加一些紅菜頭的汁 現在紅色了 有紅色 又健康 又健康 沒錯 是 還有如果有少許咳 人家我覺得糖水適合 就是雪梨的糖水 是 是 放些薑會不會又好一點 因為我知道糖水會放些薑 有了 沒錯 有些人的身體 可以吃得薑的 就放薑 有些人一吃薑 咳是不適合 你可以放少許薑 放少許黃薑 就變成 不是全薑 是平時的薑 就變成 可以和了它 這樣 中和一點 中和一點 沒錯 是 好 其實 我知道 還有很多菜式 趙博士 講完無奈 我們今期的時間 也是差不多 其實 下個星期 已經是新年過了 所以 先祝趙博士 新年快樂 我們下個星期 差不多時間 同樣時間再見 趙博士 幸福美味 都不要忘記 給自己健康沒有油煙味 硬化窩輪 變頻抽油煙機 創生的變頻科技 油煙瞬間秒殺 抽光油煙味 剩下幸福味 電話510-268-1188 打開了 引起報告 卓越牙科 沈維信牙醫 再度榮獲2023年 Yomi鑽石牙醫大獎 成為全美最傑出的植牙醫生 提供患者 卓越保障與承諾 沈醫生有20多年經驗 每月進行100多次植牙手術 所有手術 保證由沈醫生親自負責 並引進Yomi植牙機器人 提升 好了 就是完了 我一直這麼多年 都很想說一下這個新年 我們大家吃些什麼 用些什麼 耳頭又是怎樣說 很多人真的不說 有多少鹽分 多少糖分 什麼糖落後裏面 脂肪的成分 是什麼脂肪 那隻食物 例如吃雞的 吃鴨 吃鵝 吃鵝 是不是 它本身吃開些什麼 它是不是這樣 捉大隻雞 還是野生的 或者它本身是走地的 那你會吃得出 它的肉是健康很多 如果走地的 那有沒有分別呢 那個生命力 那隻雞的生命力 即未煮熟之前 它是怎樣活呢 其實拿回那個耳頭 以及拿回那個感覺 其實大家都想 它吃了些什麼 它經歷了些什麼 都會影響我吃了它 我的健康 所以 我們是要 既然拿得這麼多耳頭 既然要這麼講究 洗不洗頭 剪不剪頭髮 打不打掃 幾個鐘 我們既然要 洗頭就不是每個人 但是有人這樣說 有些人還會說 都不會吃 因為它倒流 如果我們講究到那個地步 做什麼不講究 用什麼油 不講究 那些鹽份 是不是只是鹽 還是有其他礦物的鹽 就是高礦物的鹽 是喜瑪拉山鹽 還有就是我們會不會 那些油是翻用過 或者那些油是頂不住 沒有那個承受力 如果我們不看這些東西 那我們看那些耳頭 是做什麼呢 只是看耳頭 夠不夠 足不足夠 我們既然想身體健康 是這麼重要 我們想順順利利 是這麼重要的 那我們應該要看 我們的來源 以及怎樣煮法 以及怎樣配搭 不要為了紅色 就紅色 那些成分 都照樣放進去 不要為了味道 不用加那麼多 我們加些微精 又加鹽 又加糖 我們又不管是什麼糖 我們不要不理 既然我們想拿到 甘和吉的好意頭 我們就不要不想 它會影響我們康復能力 在這個過程裏面 我們多些這樣 包括這麼多東西來想 祝大家身體健康 一個新的龍年 龍年身體健康